看着飞机失事现场 想到好端端的家人 就这样没了 家属忍不住放声大哭 也有人不发抑郁 默默流泪 美国波音737 MAX 8 同机型客机 去年才在印尼坠海 10号再度在伊索比亚坠机 不到半年两起失事 毁掉的不只是 罹难者家属的心 也毁了全球对737 MAX机型的信任 发生了这起不幸的 空难事故以后 现在全球已经有 不少国家和地区 有的是整个国家 都禁止了737-8 MAX这个飞机的商业运行 在中国伊索比亚 印尼 宣布停飞737 MAX 8后 新加坡 澳洲 12号也宣布 禁止包含737 MAX 9 在内的737 MAX 机型出入境 马来西亚 英国 阿曼等民航局 12号晚间也跟进 禁止737 MAX 机型出入境 此外南韩 印度 巴西等国 则有航空公司宣布停飞 外界之一 737 MAX 8客机连续失试 可能是机上的机动特性增强系统 自动将机头压低的功能失灵 导致飞机俯冲坠毁 船长发了一个禁止 叫他回到阿迪斯阿巴巴航 但他在想回到返回 返回 即便如此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11号人发出 737 MAX 8的试航通知 但也要求波音公司 4月前赶上飞行控制系统 不过美国部分参议员认为 FAA太消极必须立刻停飞737 MAX 8 毕竟在飞行之前 没有模糊空间 国际中心综合外电报导